斩姆斯的球迷们都知道,老扎是来自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地区,所以同处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骑士队是老扎的家乡球队,这也是他当年选择从热火回归,为骑士队带来总冠军的原因之一。 斩姆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,他被以为是阿克伦之子,生涯截至目前,斩姆斯已经被阿克伦地区的孩子们捐出了接近两亿美元的善款,前几天他投资建立阿克伦慈善小学也正式开始接纳学生了,俄亥俄州本来就是美国比较偏远的一个地区,这里人烟稀少,经济萧桥,就连首佛克利夫兰都被称作是小镇, 如果从NBA中找出四名俄亥俄州的球员,包括在这里读大学的球员,加上詹姆斯,这五人组队能否获得总冠军呢? 我们先来看一看阵容吧,中锋,奥登奥登出生于纽约的布法罗,不过他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读书的,07年以赵秀的身份加盲开拓者,很多球迷都认为奥登是一个被伤病毁掉的天才, 健康大奥登即使不能成为奥尼尔那种历史级别的内线,但与霍华德评分纠色,还是很有希望的,让健康大奥登出人手发中锋,应该可以调打全联盟大多数内线。 小前锋,迈克尔里德中国球迷一定记得之前熊路队的迈克尔里德,他是一个三分神射手,投篮姿势就像是从背后把球甩出去,所以极难封盖,这也导致了里德总是拿球救头,从不会传给内线变味的意见连。 里德职业生涯场均是九分三八篮板二平一助攻,让他去打风的脚板人,应该比JR史密斯更靠谱吧。 另外,李德也是土生土长的俄亥俄州人,他家距离俄亥俄州,大学有十五分钟的路程,所以李德后来选择就近读大学,空为康丽康丽出生于印第阿奈州,但同样是在俄亥俄州大读书。 在他生涯的巅峰时期,场均可以贡献20.5分6.3助攻,是一名十分出色的组织者,更加难门可贵的是,康丽在一号位上拥有全联盟顶级的防守能力,曾经入选过最佳防守二阵。 2016年,康丽创建录的羽慧熊堆签下了一份五年1.53亿的顶星合同,分类,康丽可能有很多球迷不知道,康丽也是俄亥俄州阿克伦地区出生的,而且他和老詹都生在同一家医院,不过长大后的康丽就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四处奔波了。 在康丽成名之后,许多球迷把他和詹姆斯一起称为阿克伦之子。 但盲神对于故乡的感情,可能没有老詹那么深厚,如果真能把全盛时期的这四人组一队,牛詹姆斯去打大前方,应该可以在联盟中打杀四方吧。 有时对失去库里后自然不足畏惧,冲其量力就是双少时期雷霆队的水平。 另外下火箭,台尔特人这些球队更是无法抵挡这支俄亥俄支队,拿下三五个总冠军。 我觉得问题不大。